在这个单级中我们要讲 在Nine当中,假如我们看到一张图片 我们希望这张图片里面的文字能够截取出来 那Nine本身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功能 在图片上面按滑鼠的右键 选转为文字 然后这时候呢,由于它要你同意提供照片 它只好帮你转,所以你要点同意 然后这时候它会帮你辨识文字 辨识看这个文字到底怎么样一个情况 然后在右边,这是辨识完的结果 它因为你是中文的,所以它用繁体中文显示出来 你如果不希望用繁体中文 你也可以用简体中文 直接帮你翻译出来 所以看我们的需求 不过我给你讲实话 你看一下,简体中文翻出来还是繁体 你就好,就干嘛,自己再把它 注意到,把它翻译一下 有没有,这是变什么 英文,有没有看到 所以在中文的部分 它是没办法去改的 都是因为你这是繁体 它也跟着繁体 所以但是在翻译完以后 它会帮你从中文变成英文 翻译下来 那对不对呢,就看你自己怎么去看了 好,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翻译完的这个东西 你看,我们可以把它框起来 复制,有没有 然后呢,我们可以贴到我们要的 比如说我今天一个文章里面 我匹克帮里面的一个文 帮帮里面我把它贴过来 就变成,从图片变成文字了 那我可以把它送出 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就非常的好用 这个功能非常的棒 可以让我们很方便的使用 让我们很方便的使用 感谢观看 finale